杨贵妃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公粉黛无颜色 说的就是这位美印绝伦的女子 然而这样一位青世红颜却最终难敌祸水二字 铸就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历史悲剧 在杨贵妃的这段历史悲剧中 她的生死下落成为了一大争议 从唐代开始就有不同的说法流传于世 或说贵妃已死相效欲允 或说贵妃炸死逃亡他乡 总之是众说纷纭莫衷一事 然而就在不久前一条消息惊爆内幕 她确实是炸死 而且就隐居在了汉寿县陆西村的一座安堂内 杨贵妃在陆西避国难 听到这一说法后 胡一鸣迅速在当地展开了调查 翻阅资料走访村民实地考察 随着调查的一步步深入 胡一鸣的心却越来越难以自已 这个可信 胡一鸣很肯定地告诉我们 杨贵妃确实避难于天保安中 天保山上的天保安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 那么关于杨贵妃的千年谜传是不是就将从此解开呢 被当地人摩拜多年的天保安并非翘脚飞银的庙语 只有一间主安堂和四间厢房 从外表上看 它与一般的民法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且在安中调查的过程中 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写有天保安的牌匾或是非科 这真的就是众人所传说的天保安吗 难道说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 真的曾经隐居在此吗 那个地方呢 那个安叫天保安 而且这个天保 天保年间是唐皇之争的时候 才能叫天保 这个时候没有意义 第二 这个名称一字 就是人家 不是后来一旦的 不是人家在后来改名 所以 只有特殊意义 这是明慧啊 房地的明慧啊 天保是那个明慧啊 那不能暗起 没有说是天保安是其他的安装 他们是其他的全国 没有叫天保安的 就是这个地方 你现在我在里 我发现其他地方没有叫这个名字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唐明皇 要把杨贵妃 护生了这边来 一难 就这样就有人了 据胡一鸣所说 现在的天保安 虽然是在原址上修建的 但是无论是在占地面积 还是在气势上 都无法与昔日的天保安相提并论 可是传说中的天保安真的存在过吗 是原来天保安的旧址 这个就是旧址 对 算是地基吗 是的 全部都是 这些都是地基 对 算是最原始的 当然了 天保安年间 天保安年间 对 就是整个这一片 其实按理说 就整个这一片都应该是天保安的 移植到后面都是的 20多亩原来 原来有20多亩 但是现在的话就可能移植的话 就是就这么一部分 为了消除我们的疑惑 胡一鸣带着我们 查看了天保安旧址的遗迹 只见在安堂右侧空地上 突出的一片废墟中 确实累契着一些 年代能变的石头 可是 这片废墟 真的就是天保安的遗址吗 据曹廷光介绍 天保安建立不久后 天保安的四周 便相继建起了 云峰安 云雾安 竹影安 白骨安等七座安堂 这七座安堂像群星拱月般 致力在天保安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保护圈 那么 这些安堂是何人所建 又是为何而建立的呢 据说 天保安修建以后 香火非常旺盛 惊动了当地龙阳县官 也前来收香 这位县官仍好 而且非常聪明 他认为 突然冒出一个美若天仙的尼姑 情有可疑 必有原因 于是 在烧香拜佛后 便把尼姑请进内堂 大叹其情况来 杨贵妃见她是个好人 也就如实吐露真情 请求县官保守秘密 县官听后 非常同情杨贵妃的不幸遭遇 决定要护她周全 为了掩人耳目 县府迅速筹集营两 在天保安周围的几座山头 先后修建了 七座安堂 一家乱真 掩护天保安的真相 保护天保安的 先换以后 吸了一个武学馆 当时说武学馆的时候 就是 和这个地方的这个社会此乱 是联合起来的 是大事 是这个意思 在建完安堂之后 这位官员还在天保安下面 不到一百米的地方 建起了武馆 取名天保武馆 以保护杨贵妃的安全 而当地村民声称 正是由于这个武馆的成立 才让杨贵妃避难于陆西的说法 变得真实 当地村民称 杨贵妃最终死在了汉寿县陆西村 并且连坟墓都已经无法确认 这样的一个说法 让我们觉得十分的意外 难道说 清世美人杨贵妃 最终都难逃山野孤魂的命运吗 眼前的这片废墟 就是村民口中的坟种 我们发现 如果不仔细辨认 根本看不出有坟堆 这样一片坟种中 真的藏有杨贵妃的墓吗 而曹廷光所提到的 有碑文的墓 又是谁的呢 这原来是我们铁堡庵 宅后一个居持 这个叫野贵妃 这个跟天堡庵 他这个庵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就这个住持 他身上有一些什么故事吗 他原来待到很长时间了以后 他这个宅后到老了 老了以后 他是像这个村庄 一把火把这个烧掉 我在这个天堡庵的那个屋 环子一路烧掉 这个天堡庵 然后一烧到以后 我们这里村民就看到 这大游是那些 一般都是一切的那些人 看到以后 看到这个残子肘子 五专都还没说话 然后就把它 就晕着这个地方 搞一个棺材 就埋到这个地方 埋到这个地方 先朝地地 就跟他立了一块碑 正是这一把大火 使得千年宝刹天堡庵 毁于一旦 可是 如果这座有碑文的墓 与杨贵妃无关 那么 按照之前村民所说 杨贵妃的墓 就应该在那片废墟当中了 就在这时 胡一鸣教授提出了异议 因为暗死之难 结束以后 后来慢慢地找他 两代房地人都找到 找到有他 已经人了住房 结到就结到 长安中了 但是因为 已经公布了 他说是死了马五婆 所以后来 就肯定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者 练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